这是1950年长津湖战役真实影像 先烈们在冰天雪地中赤脚前行 早已被冰块包裹 极度的低温中国志愿军寸步难行 可坚强的意志力依旧支持着他们坚守镇定 视频拍摄时 记者留下了感动的眼泪 残酷的环境 远比影视作品更加惨烈 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寒风钻心 镜头中的两位英雄刚刚探查完影帝 他们裹着棉大衣 手中拿着棉被 虽然寒风刺骨 可依旧微笑面对 各位先烈们请放心 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我们已可以平视这个世界 可以平视这个世界